你们别担心 好哥哥 你没事就好 我可担心死你了 我是你的亲妹妹 你说是亲妹妹的眼睛重要 还是一个普通丫头的 眼睛重要啊 难道你还想挖 钟姑娘的眼睛啊 原来你已经知道 我是你亲哥哥了 那你为什么 还让周举贤来杀我呢 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话 我又怎么能认出 你的声音呢 再说了 我是在少林寺 听我爹娘说起 我才知道 有你这么一个哥哥的 还好你已经把爹娘的话 给听进去了 不然我现在 早就已经驾鹤归西了 不知者无罪 哥哥 你不会真的生我气了吧 我哪敢生你的气啊 你身边 可还有个庄大侠呢 这一切的误会 都是因为我看不见的关系 你就别跟我计较了 要是我能看见 今天也不会出这么多事了 我相信二哥 肯定能找到办法 抑制你的眼睛 所以 你千万别再有伤害 钟姑娘的念头 否则我这辈子 都不会原谅你的 你知道吗 是啊 阿子姑娘 你看 你是我大哥的小姨子 又是我三弟的亲妹妹 我是一定会想办法 帮你把眼睛治好的 叙主先生 我们这就起场好不好 你不知道 眼睛看不见 有多难受 天天都是黑夜 我都快闷死了 可 可是 我三弟他 阿子 治好你的眼睛 不急于一时 我们要在这里 住一段时间 等三弟的伤好了之后 再陪你去灵鹫宫好不好 好是好 不过呢 姐夫你要一直陪在我身边 你去死了 该说 不该说 该说 不该说 该说 不该说 我到底该不该说 丹大哥 我又给你熬了碗鸡汤 你快趁热喝了吧 好妹妹 让你服侍我多不好意思啊 你身上有伤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再说了 我照顾你我也挺高兴的 你越是对我好 我心里就越难受 你怎么这么说呀 哥 你好些了吗 我已经好多了 我已经好多了 段大哥 你快把这鸡汤趁热喝了呀 看不出来 你对我哥还挺好的 我能沾沾光吗 你想都别想 这汤啊 我是特意为段大哥熬的呢 我是他的妹妹 你连巴结我都不懂 还想嫁到我们段家 我看啊 恐怕比当天还难喽 你 你胡说什么呢你 你喝水吧 还嘴硬 你敢说你不喜欢我哥哥吗 我喜欢又怎么了 段大哥那么优秀 我喜欢他也 好了 忠明 别说了 你们都别吵了 段大哥 难道你一点也不喜欢我吗 好 忠明 一 好 都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妹妹 她也是你亲妹妹啊 是 爹呢 你娘曾要我把一个小金盒 交给爹 当爹打开小金盒的时候 所看到的 是你的生辰八字 这是爹才知道 原来你也是他的女儿 所以我们是亲兄妹 你不能喜欢我 你懂吗 你是说 我 我娘 和你爹生了我 我们是兄妹 是 此事千真万确 你就是我的亲妹妹 不可能 不可能 真是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爹真是天底下 最最最厉害的男人了 他可以让这么多女人为他生孩子 生完了还可以让别人养 养大了还能要回去 你们说他厉不厉害啊 阿子 怎么了 我说得不对吗 我说的都是事实 你说得没错 不 这的确都是事实 但是为人子女 怎么能够清言父母呢 既然我们都已经是亲兄妹了 那就应该好好相处 知道吗 是啊 反正我也不介意多一个妹妹 谁是你妹妹 说不定我比你大呢 不管谁大 我都是姐姐 我是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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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次说什么都不行 我在新旧派 他们都叫我小师妹 后来我遇上了阿珠姐姐 我又是小妹妹 现如今我有了这个哥哥 我还是小妹妹 现在我有了你 我终于可以尝尝 做姐姐的滋味了 我才想尝尝 做姐姐的滋味呢 你再说我就把你的舌头捡了 哥 你拼命理 我们两个谁大 好妹妹 你终于肯叫我哥哥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心里只有穆姐姐了 既然如此 那做兄妹也挺好的 这样 我就不会难过了 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玩 你能接受这事实 我就放心了 你以后 你一定要对我好一点 这样我才会忘了以前的段大哥 好妹妹啊 哥哥以后一定对你好 你不要再难过了 行了 恶心死了 哥 你们俩别在这儿亲亲我我 什么兄妹情深了 现在该算算你和我的账了 哥 你说 我们俩到底谁的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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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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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 你俩真愿意听我这哥哥的 哥 你说吧 好吧 哥哥 我们俩真愿意听我 终灵 我决定你只能当 当姐姐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的好哥哥 我知道 可我还是担心她 我没有尽到一个为娘的责任 没有把她照顾好 我这个做爹的 也没有尽责任照顾她 最不该的人是我 没想到段王爷还有自治之名 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爹 红眠 宝宝 你们也来了 婉儿 婉儿 秦妹妹 这位一定是甘妹妹吧 不错 我就是甘宝宝 我这小金湖可真是好地方 把甘妹妹也吸引来了 红眠 宝宝 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呢 我听说你受伤了 知道你会来这儿养伤 所以和婉儿过来了 说不定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呢 我和师妹 是在青石桥遇上的 甘妹妹一定是来看段郎的 你看她多有福气啊 我来不是为了段正纯 我是来找我的女儿钟灵的 灵儿 她没有来过 怎么了 她走了 她还不是为了你的宝贝儿子段郁 她今天盼着她 所以就偷偷跑出来 找段郁那个臭小子 是说是说 钟灵偷着跑出来 是为了找段郁 不找她 还会找谁呀 灵儿还想着玉儿 难道你没有跟她说 他们是亲兄妹吗 这么多年以来 钟灵一直以为 钟冠仇就是她的亲爹 现在这个时候 难道你要我告诉她 你朝思暮想的段郁 就是你的亲哥哥 她爹就是你爹 对 这种话 你觉得我们女人家 怎么开得了口呢 婉儿 事已至此 从今以后 你别再找段郁那个臭小子了 娘 我知道 我心里也明白 可是我就是忘不了她呀 你也缘 也缘哪 都是我不好 是我害了你们 都是我不好 都是 段郎 段郎 你别这样 段郎 没事 没事 段郎 你也不用太自责 趁现在还没有酿成大祸 我先去把灵儿找回来 抱抱 我已经派朱兄弟 去找阿子和玉儿了 让他前往西夏 去应选驸马 如果灵儿去找玉儿的话 现在应该在前往西夏的路上 我再派人去打探 一有消息 立刻回来禀报 你自己一个人去 我实在放心不下 是啊 师妹 如果灵儿和玉儿在一起的话 就不会有事的